我們不完全像 看到葉原芝請來電影畫師 特製的趙少康看板 本人毫不客氣先打槍 像那個白鮮勇 頭髮可以多一點 頭髮多一點 反正名字在那裡 知道是我 現場驗收 趙少康自己也歪樓 對比他口中的白鮮勇 網友們覺得更像藝人康宏 或者是柯文哲包妹柯美蘭 就是不像趙少康 連民眾黨上一屆 要選板橋立委的吳達偉 都來踢館 大會有點難過 我想說你放上去了 幹嘛把它塗掉 對柯文哲來講 我們在板橋 基本上是沒什麼看板 不怕得罪趙少康 葉原知正面 一個月超過10萬元的看板 就是看好趙少康的廣告效益 但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起底 他在1994年 競選台北市長時 打出了口號 居然是本省級的中產階級 請認清楚 批評他第一個刻意區分 製造省級差異 我覺得製造省級差異 怎麼會是我呢 我是最不希望看到 有省級差異的 其實製造省級差異 絕對不是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只是講說 你們民進黨 不要再製造省級差異的 當時主要的用意在這裡 我幹嘛去搞省級差異 我最希望說 一較前來台灣 完全沒有省級問題多好啊 反駁綠營才是製造省級 衝突元休 連西日同僚黃山山 也掃到颱風尾 講實話那些人莫名其名 為什麼 那些人選總統嗎 那些人選副總統嗎 你們那些人都是靠柯文哲的 靠柯文哲你們才吃香喝 靠柯文哲你們才有議員可幹 靠柯文哲你們才有政治職位 如果不知道靠柯文哲 黃山山能當副市長嗎 如果不知道靠柯文哲 黃山山能變不分區第一名嗎 抨擊民眾黨主戰派不手軟 藍白不合 相關話題 余波擋漾 記者 宣傳出播 電視台版本